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我回来了 你快开门 我好想你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宋阿姨今年七十岁了 她的儿子前两个月因为肺癌去世了 儿子的后事还是宋阿姨亲自操办的 自从宋阿姨的儿子去世之后 宋阿姨非常伤心 她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 一度无法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 为了让宋阿姨认清这个事实 宋阿姨的儿媳就想劝宋阿姨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劝宋阿姨 她谁的话都不愿意听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儿子去世后 宋阿姨一度出现恍惚的状态 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儿子回来了 她甚至还觉得儿子还活着 前一天晚上风雨交加 外面下起了大雨 孙阿姨吃过晚饭 收拾好之后就准备上床休息了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大概十点多钟 她突然听到门外有敲门的声音 是她的儿子声音传来了 说道 妈 是我 我回来了 你快开门 我真的是你儿子 离开这段时间我好想你 你快开开门 孙阿姨听到儿子声音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她一度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但是没过一会儿 门外又再次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儿子又说道 妈 你快开门 外面下了好大的雨 孙阿姨听到儿子的声音 吓得瑟瑟发抖 虽然说孙阿姨非常想念儿子 但是她心里明白 儿子已经去世了 不可能再回来的 所以听到她儿子的声音之后 孙阿姨着实吓了一跳 于是 孙阿姨赶紧将卧室以及客厅里所有的灯都打开 她站在门口说道 谁啊 门外一听到有孙阿姨的声音就说 妈 我是你儿子 我回来了 我是你怀胎十月生的孩子 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不记得我了吗 我非常想念你 你快开开门吧 孙阿姨 孙阿姨趴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儿子的声音 但她不敢相信门外的人就是儿子 她想 儿子已经去世两个多月了 后事还是她参与料理的 儿子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苏阿姨越想越觉得害怕 于是 她赶紧找出手机给她的女儿打电话 但是手机却没有人接听 苏阿姨无奈 只好给远在外地的老伴打电话 苏阿姨老伴听到苏阿姨说 儿子回来之后 她也觉得不可思议 她问苏阿姨 是不是听错了 出现了幻觉 门外怎么可能会有儿子的声音呢 苏阿姨很严肃地告诉她老伴 她没有听错 门外确实传来了儿子的声音 苏阿姨老伴让苏阿姨在门口的猫眼上看看 门外到底是谁在搞鬼 苏阿姨刚想趴在猫眼上 看看门外的人是谁 敲门的声音又响起了 门外人又说 妈 你快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外面好冷 我快要被冻死了 我真的好想你 难道你不想我吗 苏阿姨听到门外的声音之后 赶紧趴在猫眼上 一看把她吓一跳 门外的人正是她儿子 苏阿姨看到门外的人之后 吓得魂都没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该不该开门呢 正在犹豫的时候 苏阿姨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 她一看是女儿打过来的 于是就赶紧接通电话 苏阿姨告诉女儿 你哥哥回来了 就在门外 让女儿赶紧过来看一看 苏阿姨的女儿 听到苏阿姨这么说之后 她说 妈 我已经知道了 我见过我哥了 外面天气很冷 你赶紧给我哥开开门 让他先进去 说完这话 苏阿姨的女儿 就赶紧挂断了电话 此时 苏阿姨刚是一头雾水的 她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不应该开这个门 苏阿姨一直躲在房间里 不愿意开门 直到苏阿姨的女儿来到之后 敲了敲门 她从猫眼里看到是女儿来了 才把门打开 打开门之后 她没想到的是 女儿和儿子 同时站在苏阿姨的面前 眼前这一切 也把苏阿姨给吓傻了 她不知所措 苏阿姨看到女儿之后 赶紧拉了拉女儿 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女儿开口 苏阿姨的儿子 就跪在地上说道 妈 我回来了 我回来晚了 没能送弟弟最后一程 我心里好难过 以后 我一定替弟弟 照顾好你们二了 没等苏阿姨反应过来 儿子又说道 我是你大儿子呀 难道你把我忘记了吗 说完 她就拿出一个破旧的手镯 宋阿姨看到这个手镯之后 才彻底明白过来 原来眼前这个小伙子 竟然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双胞胎儿子 当年宋阿姨生了双胞胎之后的没几天 她的闺蜜也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不幸的是 闺蜜的儿子出生之后 就去世了 她的闺蜜 自从孩子去世之后 精神就不正常了 但是 只要她看到宋阿姨的孩子 就立马恢复正常 从此之后 宋阿姨的闺蜜 就天天去宋阿姨家 帮她带孩子 后来 她闺蜜就提出 让宋阿姨给她一个孩子 虽然当时宋阿姨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养两个孩子很费劲 但是当宋阿姨听到她的要求之后 还是果断拒绝了 对于宋阿姨来说 孩子就是她的命 是她的命根子 别说闺蜜 就是亲姐妹 她也不能把孩子送给她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天 闺蜜像往常一样 给她看孩子 她却趁宋阿姨没有防备的时候 把她的一个儿子给抱走了 自从闺蜜抱走儿子之后 他们就搬家了 村里面的人 以及她的亲戚 也不知道他们去处 但是就在前不久 宋阿姨的女儿在上班的路上 竟然遇见了她的儿子 当时把女儿给吓了一跳 后来女儿才得知 她是另外的一个哥哥 现在 宋阿姨的儿子回来了 她的心也放下了 儿子告诉宋阿姨 让她不要怪她的养父母 这些年 她养父母把她照顾得很好 把她视如己出 后来宋阿姨得知 儿子的养父 前几年因为生病去世了 养母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她害怕有一天不在了 儿子不能认祖归宗 她觉得亏欠宋阿姨 于是决定 从外地回到老家 让宋阿姨的儿子 好回家认祖归宗 现在 宋阿姨的儿子 回到宋阿姨身边了 她祈求宋阿姨 一定要原谅她的养父养母 而且说 她的养母身体不好了 她要照顾她的养母 但是 她也会同时照顾 宋阿姨和父亲 为他们养老送终的 宋阿姨看到眼前的儿子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恨她的闺蜜 那真的是假的 她的闺蜜偷走她儿子 这么多年 宋阿姨无时不刻地 想念自己的儿子 现在 儿子回来了 看着眼前这么懂事 这么优秀的儿子 宋阿姨决定 凡事想开一点 放下过去 放过自己 也放过他人 原谅她的闺蜜 并且她还决定 请她闺蜜去他们家 一起同他们生活 大家认同李阿姨的做法吗 又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